國際間人口販賣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有國際組織走訪了13個國家 拍攝了一部紀錄片 呼籲各界關心 來自越南的阿青 為了養活一家人 想從越南到台灣工作 原本以為是要來台灣幫傭打掃 結果仲介給他一個假老公 他被賣到台北 被迫從事新疆疫 柬埔寨凡泰克為了佳祭去泰國打工 結果被賣到泰國漁船當漁工 一當就是三年 人口販子就是利用人的希望跟夢想 進行控制和剝削 源頭是來自人們希望有更便宜的勞動力 還有性教育的需求 根據聯合國估計 全球有兩百五十萬人 被人口販運迫害 其中台灣也是人口買賣交易的輸入國 移民署表示 實施入侵面談機制以後 台灣假結婚 真賣銀 像阿青這樣的受害者變少了 但民間團體觀察發現 逃跑外勞已經成了人口販運 新的控制對象 數目最龐大的 過去比較不一樣的 其實是以逃逸外勞為主 非法的仲介 或者是人蛇集團的人 刻意的招募他們去進行剝削 這些真實故事 是MTV音樂頻道 終結剝削和販運組織 走訪十三個國家拍攝下來的真實狀況 希望透過這部紀錄片 呼籲更多人關注全球人口買賣的嚴重性 記者宣辭謝奇文 台北報導